为了要重新塑造花莲市旧铁道行人徒步区 花莲市公所在日前除了重整地平 也重新打造当肯造型的大型公仔 以及周边的艺术装置 11日上午也在市长魏家宴的见证之下 重新亮相 并向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旅客来宣告 当肯回来了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拍照打卡 花莲市旧铁道徒步区 是金三角商圈的人潮聚集地 花莲市公所在日前除了重整地平 也重新打造当肯造型的大型公仔 及周边艺术装置 经过多次评选 最后是由花莲艺术家黄玉荣 作品行星向荣获得青睐 为市区步行街景行术全新风貌 那这个整个一个创意的想法就是说 我希望这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然后被爱有包容 然后大家这边 它的设计原理就是你看 你来这边的时候你在欣赏作品的时候 你本身就映射在这个爱的光环里面 就被这个有爱的城市所包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这个本来就当肯那个主角在这边 我想说其实是应该把所有的主角还给这个居民 还给百姓 每个百姓每个观光客来都是主角 那我想说就是这样去构成怎么样一个画面 11号上午当肯公仔也在市长威家燕的见证下重新亮相 并向所有市民朋友及旅客宣告当肯回来了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当肯已经回来我们的铁道商圈里面了 那未来也希望喜爱当肯的人能够回来我们铁道再看看当肯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从2014年2013年这个时候开始 那从当肯回来那重新设置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更设置多一点的当肯的装置艺术 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 给我的粉丝专业这边来做一些留言 然后跟一些意见 未来我们施工所这边会持续的参考大家的意见 市长威家燕也呼吁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勿将车辆开进行人徒步区 或在合影时举止过度亲密造成艺术装置损坏 才能维护行人及公仔的安全 记者 徐丽晴 华联系报导